细微因为受惠于新合约的益助 第二季营收年增58% 达到2.78亿元 推升了上半年每股税前净利达到一毛三 成功由亏转盈 面临PC产业动能有限 细微将会积极拓展其他的产品 来为公司的营收推升 IC设计厂细微 去年因为扩张研发人力 加上客户微软的Windows 8 作业系统产品销售不如预期 每股获利大幅下滑六成 今年第一季又受到大客户合约 签订时间递延影响 来不及任列营收 导致亏损4806万元 拖累营运表现 但随着新合约敲定 相关营收累计到第二季 推升业绩较第一季大增 58%达到2.78亿元 单季税前净利5244万元 每股税前净利1.38元 也因为第二季获利数字增加 带动上半年每股税前存益达到0.13元 转移目标成功达正 我个人认为我们第三季应该会比第二季好了 变化其实是很大 今年第一季也是这样子 根据最新试掉统计 全球PC出货量已经连续5季下滑 只达到7500多万台 美国八轮周刊更用奄奄一席来形容PC市场 但细维强调将维持PC端出货表现 也将开始调整产品线 积极拓展其他应用层面 可望对公司营运带来支撑 分学路关于台北报道